翻回回忆回應一下 有多 vendor 留言 開放後 其實不是開放 因為大陸 아직是優化 開放後 那些数據是不需要準確的 那問題在哪裏呢 有些 foods不需要準確的 我都說過了 這些確診к� percent的 不需要準確 但補給了確診數 要反映大家知道的情況 可以補多數千宗確診 人家沒有人相信 老實說 中國這麼大 你沒有做動態清零 你可以有幾千宗確診 香港也有兩萬多宗的時候 你幾千宗 誰相信你 第一件事 所以你說不准是沒有問題 這是我沒有辦法同意的 你不准撐得太遠 人們會不會相信你 你說這個數字有沒有意義 這個數字其實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說這個數字有意義呢 就是這樣說 你都要看趨勢 和感染曲線是怎樣 你要做到這兩件事 你要疫情有防控的 你就一定要有感染曲線的數字 好了 另外更加重要的問題 就是重症和死亡 為什麼重症和死亡重要呢 就是你要管治醫療系統 除非你說我殺手不理 現在在內地有些人的 就是怨氣從哪裡來呢 就是政府殺手不管 所以如果你說 這些數據不准都沒有問題 我某程度上都同意 就是說 不准是不是很大問題 我不覺得不准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你報出來的數字完全反映不到大家觀察到的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很容易觀察到 其實昨天我也有說過 很多東西大家觀察到 你這個數字距離得太遠 距離太遠的時候 你就失信於人 其實本來信你的人都不信 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都說了 唉 有些事情我也懶得再說 如果你說什麼都沒有問題 那就無所謂的 你喜歡說就說 你覺得沒有問題 你覺得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問題 那都可以的 你的取態是這樣 但是我有沒有辦法說這些話 我就沒有了 我只能夠說 哈哈哈 其實空偉思他也說 都不幸運 有很多正常的訊息 那裡的意思應該是 那些亂七八糟的訊息就全部出來 其實 在內地看見 那個 疫情防空 優化了之後 那些亂來的訊息是傳播得很快 那些謠言是傳播得很快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官方報出來的事情 跟現實相差得太遠了 有太多事情 差得太遠的時候,身邊的人會有感覺 他們不會相信你 這就是這樣的問題 空偉師就是奴才永遠不會質疑主人 我不知道你要說誰 但是我也不是完全同意現在發生的事情 其實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很多都是不理想的 我之前也說過是不理想的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的 大家都是要認清楚一個現實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你有辦法做得好一點的 其實應該是做得好一點的 尤其是報出來的數字 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開得太急了 有些事情真的沒有辦法做得好 但是你有辦法做得好的事情 或者比較相對簡單的事情 是應該做好它 算了,講到這裡 我就不想再講這個話題了 這個又要先講一下哈利和梅根 雖然封面是講行政會議植物人 但是我講完哈利與梅根才會再講 哈利與梅根 他又得罪人了 這次得罪什麼人呢? 就是得罪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的孫女 這個就是叫做 Nadelica Mandela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怎麼讀 她應該是非洲話來的 應該是 問題就是 這個哈利與梅根 就是在 這個 Netflix 他們那個哈利與梅根的節目 那裡 他就說 這個曼德拉的名字 說了很多次 其實 很老實說 這個哈利與梅根 兩個人 應該這樣說 加一個引號 就是貴族乞衣 這兩個人 這個曼德拉的孫女 有說過 她很厲害 哈利與梅根 有勇氣脫離王室 但是 但是 他們 利用 這個 Nelson Mandela 的 就是這個 曼德拉的政治遺產 幫他們 生活 哈 就是感到很不安 這個曼德拉的孫女 這麼說 因為 這個 這個 Netflix 又出了另外一套紀錄片 跟哈利與梅根有關 之前也是哈利與梅根 現在就出了另外一個 就叫做 Live to Lead 那 她 有說到 這個靈感 這個 就是 哈利與梅根的靈感 來自 Nelson Mandela 那 這個 曼德拉的孫女 就說 哈利 她要 做回 一個 誠實一點的人 要做回 自己的事 我阿爺的生活 和她的生活 有什麼關係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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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喏 這個 曼德拉的孫女 就覺得 你借我阿爺的名字 來騙Willi 奶奶 就好過分 正是開聲 開聲 X她 現在就 她說她不相信 哈利與梅根 曾經見過她阿爺 可能 就是 哈利仔年輕的時候 在白金漢宮可能見過 但是 現在哈里和梅根 利用曼德拉在紀錄片中說的東西 來吸引人家 並且 其實說到底曼德拉的孫女 都是講錢的 為什麼他都是講錢呢 就是說 喂 李哈里與梅根 賺幾百萬美金 我們曼德拉家族沒有人受益的情況下 你做這些事情 你是不是很差 說到底都是為了錢的 還有就是 曼德拉基金會 其實是支持這項倡議的 就是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支持哈里與梅根 但是這個 曼德拉的孫女就說 那些人 很多年來 都是偷了我爺爺的格言 用他的政治為產 因為他知道這個曼德拉 這三個字 就很暢銷 其實他不是說三個字 他說這個名字很暢銷 哈里和梅根 和那些 偷取 他 阿爺的名言 以及用他政治為產的人 又不給錢的人 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的孫女 他 都堅持這樣說 很欽勁 哈里 有信心 脫離 這個 好像皇室那麼厲害的 標誌性機構 他也說到 他爺 這個曼德拉 為了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 就反對包辦婚姻 這些東西是有代價的 這個又是說回代價 這個曼德拉的孫女 但是她的名字 我都不懂得讀她的名字 姑且 就可以叫做 恩迪萊卡 可以譯做恩迪萊卡 因為我其實真的 沒有聽過她的名字 因為 媒體報道 都說她是曼德拉孫女 她有她的名字 但是收音機都沒有說她的名字 就這樣說 Mandela's granddaughter 其實 她也是靠她一爺 老實說 他就說 哈里仔應該要付出代價 要為自己的生活 就提供一些錢 那麼她 她 就已經跟 道用她祖父的名字 祖父的名字的人 和解了 但是 現在 每一次發生這些情況 都是令到她感到很沮喪 和很無癮的 這是曼德拉的孫女說的 這是曼德拉的孫女說的 在2015年的一次訪問 哈里仔 他就說了給這個 Nelson Mandela Center of Memory 就是這個 曼德拉記憶中心 他就說 好幸運 在幾年前 就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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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 Mandela的 名字 應該是 那 他就說 哈里仔 就說 從那時候 以來 已經很珍惜 這個 記憶 這個是哈里仔說的 哈里仔 他現在這樣搞 其實 是不是會得罪其他人呢 我就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他一定會得罪其他人 這個人 就是哈里和梅根 到最後 他這兩個人 都是 人衰 X臭 無人鬥的 在去年的7月 這個哈里仔 就在 曼德拉國際日 就向 反種族隔離 英雄致敬 他就說 自己家裡的牆 就掛了他媽媽 和曼德拉的合照 那張合照是什麼時候呢 應該 估計是 1997年的時候拍的 因為 1997年8月 戴安娜 就是 撞車死了 他撞車死前三個月 就在 開普敦 那裡 就見了曼德拉 哈里仔 就是 在 聯合國總部 演講過 他 也有向 這個 南非前總統 致敬 當時 他當時怎麼說呢 他說 他在 他的牆 和心裡 都有他媽媽 和曼德拉 1997年 在開普敦見面的時候 的照片 那這張照片 是誰送給他的呢 就是 已故的 大主教 Desmond Tutu 這個圖圖主教 送給他的 那 他第一眼看到 這張照片的時候 就是 看到媽媽很開心 這樣 這樣 那張照片呢 有機會我貼在 網向社群頁 那裏 就是 我們頻道的社群頁 那裏 給大家看 我就下載了一張照片 但是 當然希望 也不會侵犯任何人的版權 那 哈里仔和梅根 現在就變成了 就是 Netflix的台柱 為什麼呢 就是 哈哈哈哈 因為他們 就是 幫Netflix 搞很多事情 之前就是 哈里與梅根 那現在呢 就是 就是 講一些領袖的 紀錄片 就是要加回一個引號 這些紀錄片 那究竟裏面行不行呢 老實說 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 但是 這套 Leave to Lead 他裏面 介紹的人物 就包括了 曼德拉 也都包括了 之前我們講的 RBG 我們節目有講到的 就是Ruth Bader Ginsburg 這個 已故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那 但是 這個 Leave to Lead 裏面 還有環保少女 我 為什麼 都會看一看 就是我想看看 那條環保少女 說什麼 老實說 我是沒有辦法 同意環保少女 說的 但是 我 看看她說什麼 有機會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 哈里仔 現在這樣吃人家人血饅頭 這樣搞這些事情 然後自己去 抓水 老實說 整件事 很不適合 我的看法就是 根本 哈里和梅根 兩個人都沒有底線 Mandy Leung 就說她以前做黃室老鼠 很快就做過街老鼠 看上來也是過街老鼠 就是人人哭打 看到她 就是 因為太過分了 就是你 找食 是可以找食的 就是哈里和梅根 你可以找食 你可以拍四仔找食也可以 很多人看都可以 但是你 消費其他人去找食 這件事 我認為是不適合的 就是 不是很妥的 整件事很有問題 車車又哈里梅根 應該很快就沒有報道價值 不會再人理他們 那不是的 因為 下個星期哈里仔又出新書 Sibel OK搭車的滿身書 現在大家都在等待這些東西 大家在等著 不要緊 說到這裡 其實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 我們就說一下 《卑卑4》那套紀錄片 《卑卑4》那套紀錄片 裡面 有很多東西 可能 時間會加長一點 可能 我不敢說一定會加長 不敢寫包單 但是 之後 一節或者兩節的節目 可能會很長 如果聽節錄的 朋友 就要注意一下 有些長一點 休息一會 在新教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